截至目前为止我做的鬼故事总共有60多集了 收集了大部分台湾当地遇到的鬼故事 还有少数来自于其他国家的遭遇 在制作鬼故事的过程中 我遇到过两次状况 都是在录音时发生的 有一次是录音录到一半被拉椅子 我的椅子跟身体微微往后勤了一下 就像是后面有人轻拉了我的椅子 但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 第一次被拉的时候 我停下了录音的动作 过了一会儿我才继续录 结果没多久椅子又被拉了 这次拉的力道就比较重了 我的身体整个差点往后倾倒 吓了我一大跳 我喘了一口气 于是我又停下了录音的动作 这次我心想 该不会是被警告了吧 不让我继续说这个故事吧 但是当时我已经录音录到一半 不太喜欢把事情留到隔天做的我 心念想着的是 今天一定要把它给录完 但是我怕如果继续坐我原本的椅子 因为夏韵是有轮子的 万一又被往后拉 而整个人往后倒下 感觉我为了录音就有点拼命了 于是我就把原本的椅子移到旁边 再从后面拉了我的置物箱移过来坐着继续录 我心想至少这个没有椅背 不至于又被拉了吧 后来我还真就顺利的把音给录完了 想想那晚 我胆子还是挺大的 还有一次是我在录音回放的时候 大概在中后面的位置 我说话的时候夹杂了一段很奇怪的音频 那个声音不像是我在这个空间发出来的 是一段像是 类似这样的声音 难而那段音频的频率是我无法模仿出来的 我当时录音并没有听到我的空间有这种声音 我不清楚那是什么 但是我在回放的时候越听越诡异 感觉继续听下去 或是保留它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 于是当下我就决定把这段音频给删掉了